每隔一千年各万神殿的神都会召开会议 神将通过投票决定人类是继续生存还是灭绝 这投票可是决定人类的命运 随着最近一次千年会议 诸神一致决定终结人类 然而在最后一秒 女武神老大带着老三出面干预 女武神提出让人类主宰自己的命运 让人类与神明进行一对一的战斗 看看他们是否值得继续存活 诸神放不下这尊严和骄傲 于是接受这个提议 十三个神将与十三个人类作战 先取得七场胜利的一方将决定人类的命运 诸神黄昏是众神与人类之间的最后一场比赛 历史上最强大的人类战士与最强大的众神对好 被选中的战士代表了是最好的人选 漫画版中还没有比赛结束 还有几位重要的人物还没有出战 那么会有粉丝想知道诸神黄昏中最强的角色是谁 目前我会根据现有的人物来进行排名 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第十五名波赛东最可怕的神 希腊神话的海神被誉为大海的暴君 他是个可怕的傲慢和冷酷的人 由于他的残忍和压倒性的力量 许多人认为波赛东是最可怕的神 他甚至还无情地杀死自己的哥哥 他也和大部分神明一样必是人类 认为人类是个肮脏的东西 在故事中虽然他败给最强失败者 左左慕小次郎 但论实力来说波赛东与宙斯相差无几 波赛东在与左左慕小次郎战斗中得到近一步的证明 他的每一次挥击都能刺穿并伤害小次郎 波赛东不费吹灰之力 却将小次郎的神兵一分为外 甚至还可以捏爆乙断的手臂 波赛东以神般的技巧挥舞着他的三叉戟 能够在眨眼间发出数十次攻击 在战斗中使用三叉戟也表现出极大的灵巧 不断准确地发出强大的打击 他似乎可以同时从各个方向攻击 身为海神他也可以操动水 在第三回合对抗左左慕小次郎 后由于大义轻敌露出破绽被小次郎砍杀 所以我就把他放在第十五名 第十四名赫拉克勒斯 是深爱人类的神 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神的大历史 被誉为不屈的斗神 他也是少数神不赞成终结人类 赫拉克勒斯原本出生为人类 在战神阿瑞斯进攻克拉特斯地区时 引下宙斯的血液获得神力 获得宙斯特许升格为神明 虽然他已经成为神了 但他还是爱着人类 他可以为众神而战 但他是反对毁灭人类 赫拉克勒斯是一个有尊严的人 他承认他爱所有的人 不管那个人是否有罪 在赫拉克勒斯被击败时 在场的其他神和人类 都对他的对手发出嘘声 赫拉克勒斯拥有十二项试炼 赐予的力量 增强战斗能力的十二灾祸与罪过 但作为使用能力的代价 会出现加剧疼痛的刺精 当刺精蔓延全身时 将导致本体死亡 赫拉克勒斯是很强大的神明 但在最后他没有以护杀结束比赛 而是用仅存的力气拥抱了杰克 因为他也被击败死亡 所以我就把他放在第十四里 第十三名开堂手杰克 是反英雄 十九世纪英国伦敦的物质杀人鬼 他是十九世纪末英国的连环杀手 是伦敦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 他被认为是人类史上 最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 虽然他是人类的罪恶 但这一点并不不妨碍 他为人类而战 他看起来像一个老练的英国绅士 但他实际上是一个冷血杀手 喜欢看到受害者脸上的恐惧 杰克也是个天生的骗子 他多次向赫拉克勒斯 谎称他的神器是其他东西 欺骗这也是他从策略的一部分 开堂手杰克是一名刺客打师 他更喜欢通过战术 而不是力量体生 杰克愿意使用任何必要的手段 来取下他的猎物 已经可能有效和残酷地 杀死他的目标 杰克天生就有一种叫做灵魂之眼的特殊眼睛 他能够将人们的情绪 看成颜色 这也是他看穿赫拉克勒斯的 一举一动的原因 通过观察目标的颜色 他也能够轻松地操纵人 他的神器是一副手套 可以让他接触的任何东西变成神器 杰克献给赫拉克勒斯的最后一招 就是用自己的血涂在手套上 使手套能够刺穿神的身体 赫拉克勒斯就是大意这一点输给杰克 第十二名雷点为右卫门 拥有史上最强壮的肌肉 雷点为右卫门 也被称为无与伦比的历史 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强壮的肌肉 是日本著名的相扑选手 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相扑选手 他被描述为欲望的化身 在美女面前表现为一个好色的男人 尽管如此 他声称 他对自己所做的任何事情 总是非常认真的 在与师婆的战斗开始时 他也非常认真的对待这场战斗 他使用必杀技铁炮八尘鸟 打费师婆两条手臂 期间与师婆产生强者相惜的情感 最终身负终伤之际 韩笑感谢师婆帮助他找回相扑之道 和用尽全力作战 从小的雷点被其他孩子视为怪 因为他拥有非凡的肌肉力 为了生存他必须控制力量 所以他在临终前 一直都没有展现过100%的实力 当他解除百臂封印后 他的潜伏力量完全被释放 让他可以全力地对抗师婆 一击成功地重伤了师婆 最终他还是被师婆击杀 以身手分离地战子死去 事后师婆亦对他表达了惊异 第十一名左走木小四郎 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失败者 日本战国时代的剑客 被誉为史上最强的败者 在他的整个剑客生涯中 小四郎每一场决斗中都输了 虽然生前无一胜计 但事实上他每次战败后都会不断练习 从脑海中击败对手 然后挑战更强的对手 因此无人得知其真正的实力 而自升天以来 凭着四百多年不断磨练技艺 也使他成为最强剑客 他在对战波赛东的时候 一直被对手攻击压制 所以使出绝技 牵手无双透过冥想的力量 在脑海里模拟战斗 预测了波赛东动向 做出了防御和闪避 并利用波赛东对自己的轻视 使出了致命的一击 将波赛东斩杀最后胜利 小四郎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剑术天赋 最终成为现存最伟大的剑客 战斗力甚至超过波赛东 他还有着失败就进化提升的天赋 这也是他能够以肉身 凌驾于众神之上的主要原因 第十名吕布 能开天辟地 中国三国时代的名将 被誉为中华最强的武将 吕布被认为是一个狂暴 视觉无所畏惧的战士 被视为战场上的战神和猛独 吕布一生中 当他意识到 团间没有人能挑战他时 他陷入了绝望 直到他来到天界和雷神托尔战斗 这才再次地燃烧他的斗心 必杀技 天灿 吕布最强的绝招 一手握住方天化解 连大气也能一刀两断 这招可以破除任何的防御 作为诸神黄昏第一回合 占人类一方的斗士 在第一回合对方左岸 虽然曾用武器 一度伤害了雷神 并使其流血 但不提觉醒的雷神之者 被雷神所击杀 最后败了 吕布在雷神面前 总算是找到一个 无法超越的对手 第九名师婆 拥有破坏神的力量 印度神话中的主神 被誉为宇宙的破坏神 过去曾和楼陀罗联手挑战 其余1115柱印度神明 最后打败楼陀罗成为主神 师婆确实是一个 令人望而生畏的对手 很少有人能与之匹敌 虽然他看起来很疚善 但一旦打起下来 他比任何人都愿意用拳头来说话 在对抗雷电 为右卫门 交战期间和对对手产生强者相惜的情感 他在被击断三条手臂后 以燃烧生命的代价 使出大窃炎武 击败雷电 获得胜利 事后赞许雷电为右卫门的实力 为后者献上敬意 第八名哈迪斯 是冥界中最可怕的人 他是希腊神话的冥王 也是宙斯 波塞顿 阿达玛斯的大哥 本来哈迪斯不应该参加诸神黄昏 在世家改变立场后留下的空缺而参战 哈迪斯似乎是一个非常老练和安静的人 同时也是众神之中非常受人尊敬和敬畏的神 最重要的是哈迪斯似乎爱他所有的弟弟 并坚信自己作为长子 有责任照顾兄弟们的后辈 虽然波塞顿的死是他参加诸神黄昏的动力 但他并没有被愤怒和仇恨蒙蔽双眼 相反他从比赛开始就保持冷静 过去曾经在盖亚带领泰坦们进攻奥林匹斯山旗舰 为了守护众神独自前往冥界 凭自身的力量解决所有冥界的泰坦军队 他使用武器为双插戟 拥有操纵自身血液强化武器的能力 他的战斗方式与波塞顿相似 但技术和力量比波塞顿高得多 在对战秦始皇时被察觉到弱点 最终被秦始皇击败 消失前高度赞许秦始皇 为自己没能实现对弟弟们的承诺感到遗憾 第七名秦始皇是唯一真正的皇帝 中国秦朝开国君主 被誉为万象骑士之王 当哈迪斯被宣布成为帝国时 女武神以历史上唯一语言 认为有机会对抗冥界之王的凡人 那个人就是万物的原初之王秦始皇 他们做出了明智的选择 因为秦始皇是最接近胜利之一的人 秦始皇还对自己的皇帝地位无比自豪 甚至命令阿瑞斯和赫尔莫斯 跪在他面前以示尊重 过去秦始皇消灭六国后 用了六天时间与魔神持有死斗 最终击杀对方完成风扇仪式 并由战斗中的领悟席的武术师友 秦始皇拥有自己开发的独特战斗风格 这使他能够对抗哈迪斯最强大的打击 秦始皇的眼睛拥有特殊能力 使他可以看到对手身上的能量流 他运用能力察觉对手的破绽后 施展成立天缝搭配亚尔维特变化的长剑反击 粉碎了哈迪斯的四血香 以始皇成立艳展击败哈迪斯取得胜利 他的战斗风格使他能够压倒多个神 他还表示说他比任何人都配得上王这个称号 传说中曾毁掉大半个冥界的狂战士 尽管他在系列赛中的出场时间很短 但波寻会让大家知道他是最强大的对手之一 波寻表现得相当冷静 轻松和谦逊 在他成功斩道世家后 他展现出出乎意料的一面 那就是狂妄自大 一招到手就嘲笑世家 波寻能力既诡异物事不可挡 每一击都具有致命一击的力量 但在最后因为他开始恐惧世家 当他面对能与他匹敌的对手时 他会失去原有的冷击 最后他被世家与被炼成神器的灵符击倒 第五名亚当 不惜一切保护孩子们 神创造的第一个人类 被誉为全人类之父 他是最接近神的人 这世上没有什么比父母的爱更强大的 一个将自己视为人类之父的男人 也是诸神黄昏记录中最强大的人类 也就不足为奇了 亚当是一个非常冷静 镇定无忧无虑的人 他以一种非常随意的方式与宙斯交谈 他甚至表现出对宙斯的不尊重 这让在场的其他众神非常惊讶 他对自己的能力也很有信心 告诉宙斯他会后悔 没有在他们的战斗中使用武器 亚当能够复制他所目睹过神的招式 他所模仿的技能 与其他动漫模仿者相比是有差别 这种能力的突出之处在于 他能够改进原始攻击 并比其创造者更好的使用招式 不幸的是复制神的招式 对凡人肉体来说负担过大 神体承受不了多次的能力使用 导致双目失明而在战斗中失去 最后败备 世家是尊贵神灵 是佛教的创始人 也是四圣之一 他是不赞成毁灭人类的少数神明之一 世家的态度随和 似乎对任何事情都不认真 他对自己的实力也相当自信 甚至还说出不介意当面挑战宙思 最初世家是为众神而战 但在进入战场后 立即改变立场为人类而战 他很快成为整个比赛中最热门的选手 持有神器为可依照世家 他的集合体灵符 战监不断和灵符产生友谊 还为了击败从灵符体内附生的波巡 与灵符联手 将灵符炼成神器 并成功奸捏波巡 为人类取了圣灵 第三名雷神 力量无法阻挡 北欧神话的雷神 奥丁的儿子 被誉为雷之狂战士 托尔性格冷漠 在与吕布的较量中 他几乎面无表情 然而他的真面目在战斗中暴露出来 他和吕布相似是个战斗狂 对战斗有着浓厚的兴趣 特别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时 过去曾在双巨人进攻神界的时候 独自解决双巨人的军团 可见实力非常恐怖 他持有武器为雷神之锤 平常会佩戴名为 亚恩格力佩尔的手套 亦是自身的力量 雷神的成就也无人能比 因为他单枪匹马 轻松击败了巨人的若亲和吕布 在对战吕布最终使用觉醒的雷神之锤 击杀吕布并获得胜利 第二名奥丁 是北欧神话中最强 奥丁是北欧神话中的领袖 是一时他与宙斯定列的主神之一 他很少说话 他的交流方式 主要是通过他的两只乌鸦 而他和雷神一样是战斗王 对战斗有着极大的兴趣 目前为止 奥丁还没有参加过的赛 目前尚不清楚他的全部力量 但可以推断出他的指使渊博和拥有强大的实力 当时奥丁在竞技场外时 他突然一致兴奋 导致附近的植物和花枯萎和死 看起来他有偷走生命的力量 我会把他放在第二名 是因为他也和宙斯同种神 第一名种斯 是全宇宙之父 希腊神话的主神之首 坚韧人类存亡会议主持者 宙斯在与他的众神同胞讲话时 非常冷静 同时又具有非常睿智的性格 然而他的本性是一个痴迷于战斗的疯子 以权力碾压对手为乐 宙斯当之无愧地 被誉为诸神黄昏记录中最强大的神 他也掌握父亲克罗诺斯的最强大的攻击 这让他能够停止时间 宙斯的攻击速度快如闪电 在他和亚当的对战中 可以看出每一击都是快而有力 最后以阿同魔虚之姿战胜亚当 宙斯会获胜是因为他的神力给了他优势 而亚当被在最后败备是因为他是凡人躯体 最终让希腊之王占了上风 以上就是我认为神和人的排行 你们对于这个排行有什么看法 你们觉得宙斯真的可以排在第一名 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 我们下个影片 我们下个影片见